佳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然而见的 就如奸淫 污蔚 邪荡 第十节 带偶像 邪述 仇恨 仇恨 真净 恨恨 结党 纷争 异端 质道 醉酒 谎言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觉 所以昨天我们说到一样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的肉体会有这种现象 原来肉体会有自己的思想 而它的思想模式就是我所说的 它会将这些仇恨 邪荡 纷争 质道 恼恨 明白吗?所有这些东西 它希望倾向将它变成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OK 而事实上我相信最好的例子 我们是拿回鸭沙龙去看 我们看看鸭沙龙如果一早知道报恩的话 它会不会杜绝了所有这种现象 就算他不知道 当他是瘋的这个人 当他是白痴来的 OK 一个白痴 鸭沙龙 就算他不知道 去病车的白痴 不知道大卫是受高者 如果他想着报恩的话 他也不会犯罪的 OK 他不需要一个天才 或者一个诺贝尔得长者 他也不会犯罪的 他也不会怨弱的 如果他没有那么多这些真理 他只懂得感恩 懂得感恩徒步 懂得报恩的话 一生他根本会同大卫 起码最低限度都相安无事 但他现在是不是相安无事呢 不是 他没有用这个座右鸭 就是说他人生当中去报恩 没有 但反过来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看肉体在鸭沙龙的生命当中 是怎样慢慢变成他的生活习惯 怎样慢慢变成他自己的梦想 想怎样直接给肉体邪情私欲 引导把新的梦想给他 把新的罪的冲动给他 把新的肉体的胃口给他 而导致他做了这些事 对不对 你会看到鸭沙龙本来 是一个正正常常的人 但问题是你会看到 他明明和大卫是没有仇 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仇恨 明明和大卫是相安无事的 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增弃 为什么他甚至会天天在城门口 去制造这些纷争结档的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 你会看到 没错了 就是说他自己在里面 肉体 这种自己思维的方式 他不禁止他 如我所说禁止 第一要很轻易 就是这里其中的字眼 就是受恨 明明你人生当中已经有那么多恩典 受那么多恩 你就会注目在这些恩典当中 你何必注目任何一样东西 是这个肉体的其中一个特性呢 你要看到 很明显 他说在我们人生当中 关于肉体 关于情欲 是很轻易你看到的 他注目这些仇恨 你就知道已经出事了 你看到这些注目增径 注目在忌恨 注目在劳劳 注目在结党 然后我们还要说 我是骑象派 我是牆头草 我想你知道 你是这样的话 你就已经让自己 有九成九点九九九的机会 犯一个泄俗性灵的罪 明明呢 你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那么多恩 有那么多的教导 有那么多的恩典 你都不懂得去报恩 你都还要在这样的程度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应该报恩的时候 你说骑象派 很快 很快你和那个人没有过节的话 你都会恩赞受报 就好像我想你知道 这一大班跟着鸭沙龙去造反的这班人民 究竟有多少个和大卫有过节的 有多少个 大卫是只手把信仰带入以色列的 是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建立大卫会莫的 这班人有机会经历神的同在 都是拜大卫所赐 他们全部的属灵父亲都是大卫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这种骑象派到最后 跟着鸭沙龙去杀大卫 但是圣经说 他们就算说大卫一句闲话 他们都是蝕续圣灵 不要说走去杀他 他们不懂得尊重这个极其宝贵 极其应该推崇和尊崇的 在大卫身上的恩高 和神带领大卫所走在神时代计划当中的这个过程 他们不懂得尊崇 他们尊崇到的阶段 是不可以说一句闲话 但他们怎样只说闲话 鸭沙龙怎样只说闲话 他们从闲话开始 一路一发不可收拾 到最后要杀大卫才行 那么你想想这群人会去哪里 而主耶稣记录在这里说 法利赛人这群人 你不用将来钉他们 因为那时候还没钉主耶稣 但他们只是说 你们现在说这些说话 这些诋毁话 你以为你是在诋毁普通人 如果你是在诋毁普通人 普通人没有资格去说这件事 你们会泻足圣灵 他在诋毁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这种诋毁 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 主耶稣说 你们这些闲话 是居居会定准的 在审议日子 而你们这些闲话 他们不是钉主耶稣的十字架 但问题是这种轻挑 这种蝕慢 主耶稣说 你们这些说话 就是泻足 而泻足圣灵 是今生来世没得世面 你见不见呢 主耶稣是要教我们 要懂得极其尊重 神的同在 神真正的恩高 而这些真正的恩高 有时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人生去经历过 我们自己用我们的信仰去经历过 我们经历过的时候 我们懂得要感恩 就算大卫跌倒过 鸭沙龙就有资格杀他了 当然一点资格也没有 何况那些没有跌倒 就像主耶稣那样 没有跌倒 即是没有借口给他们说 那又如何呢 就冤枉他了 没错 法利上人就用这个方法冤枉他了 但是我想你知道 这些罪在他发展到 他们已经犯了 就像犹大一样 犯了蝎俗圣灵的罪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走到这个阶段 而我们也不知道 但问题我想你知道 撒旦很清楚知道 他知道每一个时代当中 很快他会见到哪些人是被神恩高 哪一群人就是神的时代当中 圣灵所做的唯一工作 而引动人的骄傲 引动人的增敬 引动人的结党 这些人就很轻易走进 这些涉续圣灵的罪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我们这种的肉体的罪 犯到高阶段之前 我们一定要斩厅 截铁地把它剪掉 而事实上主耶稣基督来到 他钉十字架 都是为了将这一类的倾向钉死 所以你回到一间有神的恩高的教会 第一时间你发觉 不是你的力量 是神的恩高在教会里面 帮助你去钉死这个肉体 但当他钉死之后 你不要让他复活 然后就信了一些谣言 信了一些谣言 让他复活 然后犯了保罗在警告加拿大人 叫他们不要犯罪 所以接着就在加拿大书第五章 第二十四节就这么说 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这里有没有人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 有啊 那会有什么事发生 事已经把 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个十字架是不是给我们念口网 这个十字架不是给我们念口网 这个十字架存在是为了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 但你会看到有几多基督徒 哦 第十二架是耶稣 和我没有关系 我救了我 可以的 我自己什么都会碰到 我犯什么罪 同性恋 我涉续圣灵 什么都可以的 上到天堂 全部遥输了 他们就当了主耶稣是个骗子 一方面就当了主耶稣是个骗子 但是主耶稣所教的东西 全部是骗子 OK 不是主耶稣不是骗子 他是救主 而并且他是一个神所恩高的教师 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真正目的 而保罗在警告人 让他们知道在恩典当中 如何懂得 既然你在神的恩典当中 就不要让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 就好像当时我们所见的堕落天使 撒但一样 为什么我们叫他堕落 堕落的原因就是他本身在神的恩典里面 但是既然他懂得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 他同样懂得引有很多人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 而其中一个就是不知道十字架 其实主耶稣的十价救恩是为了什么完成 主耶稣的十价救恩除了射免你的罪之外 是杜绝你的罪 我说杜绝你的罪 杜绝你的罪 没错了 所以为什么在第24节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士已经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丝玉 和钉在十字架上 原来他警告这群加拉太人 记住加拉太人不是外邦人 所有书信都是寄给基督徒的 他警告他们 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还有这些邪情私欲 证明你不是基督徒的人 证明你没有钉死 或者是继续去钉死你的邪情私欲 在这个十字架上 而这个你就懂得要懂得去自律 去警醒 因为他说我从前说过给你听 现在再说给你听 犯这些人是不用指意上天堂 是不用指意去承受神的觉 是没有永恒的福乐 永恒的基业去为你传留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警醒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至二十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如奸淫污谓 邪荡 带偶像 邪述 仇恨 真敬 老恨 结党 纷争 异端 质道 醉酒 芳然等累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觉 主持真爱 主持真爱 今明 十个人 大爱 这爱永伴随 在我心心灵内 吹掉受水 换上色彩 神真爱 神真爱 满日我灵 若爱 离爱 神真爱 开解心所 送别同爱 谁像你 最信实于永恒 耿古不恋改 练福年 走与夜 绝爱 每分秒 永不死 绝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